英彩儿带俩儿子秋游,老二再被当成是女孩,网友劝他不要学一能静。 9月29日晚,英彩儿在个人社交账号分享了一组带着俩儿子一起秋游的照片,并配文随便抓得比摆拍更好看系列。 久违露面的Jasper真的是越长越帅了,和爸爸陈小春简直就是一个母子李克出来的,理着清爽发型,瘦瘦得高高的,满满阳光帅男孩济世感。 对于熟悉陈小春夫妇的人来说,相信一眼就能认出这个扎着小便的男孩是陈小春家的小儿子,但一些不太熟悉陈小春一家的网友可能就直接错把hoho当成女孩了。 而对于英彩儿给儿子扎小便将其当女儿养的做法,网友们也是褒贬不一,其中就有不少网友力劝英彩儿将hoho当男孩子养,给予儿子正确的性别区别,甚至还搬出了伊能静及其儿子来说是,称伊能静将儿子给毁了。 当然,该网友的这一解释并未能得到所有人的支持,有反对声音称伊能静是支持自己的儿子,多开明的母亲,怎么能说悔呢? 如今对于给小儿子留长发一事,英彩儿和陈小春虽然并没有进行任何回应,但相信不管给hoho留长发还是短发都不影响他们把小儿子教育成像大儿子Jasper一样乖巧懂事又暖心的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